港股昨日在好淡增持下度過一個窄幅上落的交易天 恒指高位暴17759點 升236點 低位為17517點 跌6點 收市暴17660點 升137點 至第二日上升 兩日共漲236點 成家額繼續減少 僅得861億元 較上日少102億元 對於交投日比日縮 我的理解是 大資金仍未完全放心入市 雖已增加持貨量 但始終有個限度 所據這為疫情 以本地為例 確診數字日日上升 鄰近地區包括內地也在上升週期中 所以這場通關帳怕不易打 所需時間也許比預期的要長 另外就是加息 香港跟美國加 但加得慢 也加得少 即使這樣 各行各業都已叫苦連天 這個因素起碼延續到明年第一季 所以 就算看好一些股份 大戶入貨也不會大手數 疑似萬萬買 該有的是時間 不用心急 命符此 就可以理解何以近日市況又回復淡靜 從整固的角度 我認為做得不差 上週五棄手一萬八千點關 已在該關口下運行五個交易天 從走勢看 因已連升三週 週線圖好似一支不般挺直 可能本週要回一回氣 上週行只收一萬七千九百九十二點 現時為一萬七千六百六十點 相信今日不宜升月一萬七千九百慣 若升了三週後回落一週 打穩的基礎又會比之前穩固 並非壞事也 再者一段牛皮日子裡 我提議大家考慮吸納優質電訊股 首選時鐘移動 00941 理由是 鐘移動將於本月三十日 下週三 在上海證券交易所召開第三季業績說明會 將回答股東的提問 使得股東更名寮公司的現況 及業務拓展的進程 介紹董事長楊潔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董恩 執行董事兼財務總監李榮華 財務部兼證券事務部總經理 信息披露境內代表黃潔等人將出席 從上述名單看 可以講句頭進出 相信定有業務新進展可作披露 而股東關心的增派股息致盈利七成的承諾 也將會作出確認 印象中 這類業績說明會高調舉行並不多見 故對下週三的特殊聚會 有所憧憬及期待 也是常理之中 鐘移動現時是資金豐厚 新興數字經濟正在加速推進 與各大企業作出結盟行動也順利展開 因而人們會問 回歸股東是否也可以加大一點力度 現價市盈率六倍 周息率九尼 中長線持有 可攻可守 成佳選也 詞曲 錄